好 Peter 我們回來 農曆新年是來的 有計劃嗎 有什麼計劃 都是繼續常規 要向長輩拜年 向後輩拜禮事 我算你後輩很明顯 我有一個好介紹 其實很多人都會外遊 我猜香港人首選 我想都不會說錯 都會去日本 日本 台灣 東南 首爾也有很多人去 如果短期內有計劃去日本旅行 有一個介紹給大家 東京的國南博物館 其實剛開始了 1月16日開始 有一個展覽去到2月24日 所以剛剛跨過了我們的農曆年加 大家有興趣去東京國南博物館 裡面有什麼看呢 看看我們中國的東西 有一個展覽 他在那邊的宣傳也挺大的 宣傳的主題就是 顏真卿超越王熙之的名筆 大家知道王熙之就是 鐵或銀鈕 書法第一 顏真卿就是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其實是國寶來的 他將會 現在正在戰出 不是將會 就是顏真卿是唐朝的人 他的身平裡面 其實就撞到正 是安錄山這個歷史事件 姓顏的一家人 其實顏真卿 他對上幾代其實都已經做官 到他的時候 他也繼續做官 遇到安錄山 說遠一點 說他的展品之前 他當時就是 在現在山東 平原郡 一個太守 他做什麼呢 他已經看到 安錄山有造反的意圖 在密謀 趨勢 他就在他自己負責的地方 徵收那些城池 訓練士兵 儲定糧 做足準備要打仗 做足準備要打仗 同時 他真的很厲害 他就經常請人去喝酒 坐在船上 好像很空閒 還很輕鬆地 到處去玩 去喝酒 令到安錄山 就不會起疑心 就是 是這樣的一個 這麼有心思的人 好了 但是之後就真的出事了 結果 他發起了 聯合了其他十七個棍的官員 聯合了 大家合起來 有三十萬兵 就是守住在那裡 當時是震了一陣的 令到安錄山都震了一陣 就沒有攻到同關 那裡這樣 好了 剛才說 就是 其實 顏真卿自己公元七八零九年出生 去到七百五十八年的時候 七百五十八年 他是四十九歲 他的侄 他的侄 叫做顏桂明 都是做官的 被對方 是俘虜了 俘虜了 就要挾顏桂明的 爸爸 當時 要他投降 棄成 這樣 沒有這樣做 只是寧願死 最後 顏桂明 就真的被人斬了頭 顏真卿 就看到自己的侄 被人這樣害死了 就很憤慨 也很激動 就寫了一個制文 現在我們說 在日本東京 這個博物館展出的那個 就是顏真卿 就是為了自己的侄 被人斬了頭 他是找人去找他的侄 他的頭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寫了這篇文 短短的 只有二百三十四個字 但裡面 大家看到 有些 即是你看到 他寫的時候 應該都很激動 那些筆法就是 龍飛虎步 一個是真跡來的 真跡來的 是國寶級 國寶裡面的國寶 也有些 錯了些字 他又再寫過 這樣 就不是說 一個 一個 坐定定 在想過 這樣寫出來的 這個 當然 他這個 真跡 已經 是很有歷史價值 說起來 最後 顏真卿自己 都是 被人 捕了之後 那些叫做 要他在樹上吊死了 那他死的時候 就是七十七歲 即是他姓顏 這個家族 在安瀑山事變 這件事上 其實對朝廷的忠誠和犧牲都很大 好了 這個展品本身有歷史價值 很多時候 大家都覺得 有兩個特點 第一 就是 這個忠神寫出來 第二 第二 就是 那些書法 就是 顏真卿和柳公拳 我們很多 小學中學要寫 那些狗公拳 其實就是 就是 眼就扭 就是他們 好了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 他 寫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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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情 好了 所以 這個是 去了台灣 其實 一直都放在 台北 那個故宮拔貝館裏面 但是 這次 出了去 在日本展覽呢 是人家日本 那個 國立法會不會做宣傳呢 外面的人都知道 原來我們的國寶去了日本 然後 這件事 其實在台灣和內地 起碼在文化界裏面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討論 內地的說法 基本上有沒有搞錯 我們這個國寶 是說民族大義 即是說那些 一個這樣的歷史背景 你竟然 給了去 日本那裏 在日本那裏展出 你有沒有 這些是不是叫做 外 那些叫做什麼 擦擦 別人 外國政府 的鞋 你究竟 你有沒有民族尊嚴 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就過了龍 始終都是一件 歷史文物 或者是一個藝術品 那你還說回 打仗那些來講 就似乎好像 好像是說多了 我覺得 但是 有不少網民 起碼是用這個觀點來罵 但是台灣呢 也都罵的 罵那個說法就是 這個國保裏面的國保 這麼難得 就在台北那裏 經過 我就說 就是 七五八年 現在是 2019年 就是成千二年歷史 的一件國保 究竟 是不是可以坐飛機 是不是可以這樣 拿出去給別人展覽呢 應不應該呢 會不會有損位呢 這個 你起碼都 你起碼拿出來講一下先 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研究 看看是否適合 那他沒有 這個館長 似乎就是 噴一聲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借了給別人 所以就這一點 就罵他 是 不過我 以我有限的 了解就是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特別我熟悉一些的 電影博物館 就常常都相互之間 有些交換的東西 大家 你借一下我 我借一下你 去做一些展覽 是有的 是否基於這樣的基礎 然後安排了這件事 似乎 不知道 這個 當時負責 起碼送出去的時候 那個館長 就叫做 陳旗藍 旗就是 最簡單 那個旗 藍 就是東南西 不過藍 旗是 一支國旗的旗 沒有了旁 即是其他旗 沒錯 其他旗 這位仁兄 其實是 人類學的博士 是 資格就有了 是 那 他上任 其實是 去年七月的事 去年七月中的事 到了 其實 這樣說法 可能有一些人 又會上蔡英文帳 立聯委任人 還是政府的事 應該就是這個館長自己做了的決定 因為根本是沒有人知道的 大家都說 為何 日本早宣傳都知道 原來國寶出去了東京 我就說 這位仁兄 其實做了180天 就是去到1月13日 就是講的展覽 在1月16日開始 在東京 去到1月13日 那些人 就是法國 日本開始做宣傳 知道有這件事 去到1月13日 已經要自己 自己就要辭職了 忍夠辭職 聽不順了 因為他開頭 就說 他賴 這個決定 三年前就做了 我上手做的 我來到 只不過是 大家有協議 繼續做執行 但是上一手 我馬上出來說 沒有 這樣就說謊 沒有 說謊 沒有這件事 所以 結果他做了180天 就已經要再見了 說這麼久 就是 這件 顏真卿的真跡 又多了重意義 多了重意義 除了他的歷史價值 除了他的藝術價值 還有政治的含義 在裏面 究竟他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是否擺起 日本有沒有問題 我和別人都不覺得有問題 第二 就是 這樣出國法 之前 是完全大家都不知道 我覺得 這個真的會有些問題 因為那些文物在搬運 當原則性的全部都討論過 可以做之後 是很多其他的事都要照顧到 搬運 怎麼買保險 怎麼確保不會出事 種種的東西 是要一個很神密的安排 而且已經成為了國際新聞 是的 我一開始看到 我都不是看台灣的新聞 我看BBC的新聞 看到 為什麼一千二百年前的一篇書法 激怒了整個中國大陸 他簡直說 BBC的標題 Why a 1200 year old calligraphy piece Angered China 這麼大件事 捉怒了他 是的 其實基本上是說 始終都是 中國對日本忘記不了二次大戰 即是那段歷史 我想我們在香港不知道 在香港的報紙 我就看不到這段新聞 或者我看樓盤 換一句說話說 就算是有 都不是很顯著的蝙蝠 即是在我們香港 那些同行裏面 沒有理由不知道有這段新聞 應該看外電都應該留意到 但是 結果都沒有在香港報紙放出來 就算有的都看不到 即是不顯眼的地方 是 很多時候這個就是那個把關人 那個抉擇 真的很多每天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是的 大家有興趣 就 因為 很多 就算是蘇式 都賺 顏真卿的預算 這個 無可置疑 藝術地位 和歷史裏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講到書法 可能大家都 可能有些 用蘋果的手機人都會留意 Steve Jobs 曾經 去修讀過一些書法 字體 這樣的課程 所以他覺得 所以你會看到 在蘋果上面 看到那些 字體 字種 是有別於傳統的格局 是的 這是一個美學的追求 所以 經常都說 你讀哪一項 你是很難 很功利地去想 我讀這項 將來需求大 工作 前景比較好 不知道 你讀完那一科 之後 將來怎樣應用 在你真正的事業上 譬如你講 Steve Jobs 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還有一件事 值得說 Steve Jobs 當年 最初他就說 不可以做一個 我們蘋果是不會參與做手機的業務的 這個是他最初的決定 後來 就是知道了 有些新的技術 原來可以 令到那個手機 成為一部 我們現在看到的 真正的電腦 是一個流動電腦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 就是 他知道 他是遲的 是後來者 在很多技術方面 他如果不依賴其他外邊人 不經意是有版權的 是一些 特別是晶片 老法治 當然 所以他是給了 是願意給一個 比較高一些的版權稅 去拿到晶片 現在呢 就在那裡咬數 後人就覺得 Cooks就覺得 好像跪了 要咬數 看看 也都因為這樣 他又轉容了 其他不同的供應商 提供的晶片 好 好 多給一些資料 大家提到的 我想 等一下我們放上Facebook 這個 顏真卿的真席 那篇文是說很短的 23項 就有11個字 12個字 那一項 加上234個字 那篇文 後人就叫他 祭 祭字的祭 就是叫做 顏桂名 文稿 那在東京 國立博物館的展期 開始緊的了 就去到2月24號 那麼 理論上 完了24號 應該 還回去給台北的 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那裡 應該會再放出來 我想經過這件事之後 大家可能又提高了 看一看這個真席的行程 興趣大些 是啊 很多人都去過故宮博物館 可能大家走過的時候 都沒有特別留意到這個展品 那經過這件事 我想眼球在這個真席上高 應該多很多